大家好 又到了一個新的一季 那今天的話 要來幫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未來 會上市的 一個常態商品的 新豆子 它的話是來自於我們的 瓜地馬拉 它是來自於 機械產區的 一個豆子 它的名字叫做 珍珠佩拉 那我們的名字 在櫃圾上的名字會是 珍珠佩拉秘境 紫色的標籤就像這個 它的香氣聞起來的話 會有一個 我們中南美洲 以及我們瓜地馬拉 火山地形特有的一個風味 它的風味會有很多的 烤堅果味 還會有淡淡的香料味 特別是肉桂的味道 會非常的明顯 再來的話呢 會有一點清甜的香氣 有一點點像是我們的 蔗糖香 還有我們西洋梨的味道 那我一樣呢 會是配我們的 15克的粉 那我們的粉的研磨刻度呢 會是這樣 肉眼看得到 像是2號砂糖的一個顆細度 那我們就把15克的細粉 15克的粉 倒入我們的 已經事先洗過的濾紙 濾杯內 那我們就是小心的 把咖啡粉集中於中間 飆灑的到處都是 就是鋪到我們的中心點就可以了 那我們鋪好了之後呢 就先把它晃平 把我們粉整好之後呢 趁紙歸零 然後我們的水溫達到90度 就可以開始做沖煮了 那一開始的話呢 我一樣會是從中心點開始注水 慢慢的 讓我們的粉層先吸飽一層水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停止 讓它做一個悶蒸的動作 讓我們的香氣呢 還有我們的咖啡粉末 都可以吸飽了水 讓它的粉心透了之後呢 我們待會正式沖煮的時候 風味會更加的明顯 那口感上呢 會更加的濃郁 風味層次都會比較漂亮 那一開始我們在沖煮的時候 它的濕香氣呢 除了剛剛我們所說的堅果味之外呢 還有它多了一些甜感 那它甜感呢 有點像是甘蔗汁的味道 那再來的話呢 還有就是我們的西洋梨 還有橘子的味道 那待會喝的時候呢 我們又會有特別的一些水果的香氣 那我們在沖煮的過程當中呢 一樣就是觀察它吸水的狀況 分段式的 將我們的水注入於濾杯當中 不要讓我們的水流流的太急 也不要把水流就是控制的太小 那一切都是看我們的濾杯當中的 咖啡粉的吸水狀況 然後來做補水的動作 那我們的最終 在下壺呢 會留下200cc的咖啡水 那總共的 那總共的 秤重的重量呢 會是230克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整個沖煮的過程當中呢 它的水味都會維持的一定的高度 如果說我們的水味一下高一下低 這樣會造成我們咖啡的勞動太快 就會造成我們這一杯咖啡的苦澀味會很明顯 那它的香氣呢 我們再複習一下 它乾香氣的時候會多了一些烤堅果 然後西洋梨肉桂的香氣 那它的濕香氣的話呢 會有很明顯的蔗糖味 還有就是水果的香氣 比較清甜的水果 像西洋梨啊橘子 那它喝起來的話呢 在口腔當中呢 會有一些淡淡的葡萄的味道 那還有一些就是新鮮櫻桃的風味 當然還是會有剛剛所說的一些香料的香氣 特別是肉桂味 那整體的風味呢 在口腔中後段的尾韻 會有帶很多的果乾的味道 像是龍眼乾啊巴勒乾的味道 那這就是今天 這一次為大家所帶來新的豆子 珍珠沛啦